日本媒体报道 一年前与马来西亚遇刺身亡的金正男 其遇刺原因居然和中国的政治斗争有关 根据NHK报道 金正日去世后 金正恩故障朝鲜二号人物张成哲访问中国 与时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密谈 透露希望金正男成为领导人的想法 不过此时金正恩已成为正式领导人 NHK引述中国消息人士透露 张成哲和胡锦涛的密谈 遭周永康指使的部下监听 并于2013年将消息透露给金正恩 而在2013年12月底 张成哲因触犯叛国等罪招处决 2017年2月金正男于吉隆坡机场遇刺身亡 但是为何周永康要向金正恩泄露这一情报 NHK认为当时周永康因贪腐的关系自身难保 因此向金正恩泄密以离间中朝关系来保住自身后路 不过最终周永康还是遭到抓捕 并以受贿、滥用职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 判处无期徒刑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的报道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